伊朗试射了一枚改进型的远程导弹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 星期三成功的发射了尼什二号导弹 导弹射程大约2000公里 能覆盖以色列和美国在欧洲东南部的基地 英国首相布朗评论这次发射说 这显示国际社会需要对伊朗从事新的制裁 星期二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议案 对向伊朗出售汽油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 一位议员说 这项议案是回应伊朗持续拒绝奥巴马总统提出与伊朗对话的提议 这项议案生效前必须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